排球不能预想 所以就是只能说排球最后一分不结束 才办不出一场结束的哨声 我们都要在场上继续努力 北京时间7月29日晚 巴黎奥运会女排小组赛A组比赛拉开序幕 中国女排首场比赛迎战魏冕冠军美国女排 经过五局的激烈熬战 中国女排以3比2的比分险胜对手 取得巴黎奥运会开门红 巴黎奥运会女排比赛 12支参赛球队被分为三个小组 每个小组排名前两名的球队 以及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球队 可以晋级淘汰赛 根据抽签结果 中国女排与法国塞尔维亚 美国同分在A组 其中美国和塞尔维亚 都是实力强大的劲敌 目前在世界排名上 美国女排位列第五 她们是上届东京奥运会冠军 此次征战巴黎奥运会的核心阵容 沿用了东京夺冠时的班底 中国女排想要确保小组出现 至少要拿下两场胜利 首场对阵美国女排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将是一场没有退路的生死战 第一局比赛 朱婷首发出战 在开局失分的情况下 中国队迅速调整实现反超 局末阶段 中国队顶住对手反扑 以25比20先下一城 第二局比赛 中国队保持良好状态 两队比分一路紧咬至10比10平 随后中国队凭借出色发挥 迅速拉开比分至16比11的领先状态 最终以25比19再赢一局 第三局比赛 美国队的表现略有起色 以25比17扳回一局 第四局 美国队延续了第三局的良好状态 又以25比20取胜 双方总比分战成2比2进入决胜局 决胜局上 中国队顶住压力 并没有受到之前两局失利的影响 最终以15比13赢得最后一局 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3比2的成绩 赢得了首场比赛的胜利 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中国女排上一次在小组赛阶段 击败美国队 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 数据显示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 中国女排连续四届 在奥运小组赛中赋予美国女排 两队四次交手比分为 北京奥运会2比3 伦敦奥运会0比3 礼约奥运会1比3 东京奥运会0比3 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 中国女排结束了奥运会 对阵美国女排的四连败 打破了20年来的魔咒 结束奥运会首战之后 取得开门红的中国女排 将在北京时间8月2日迎战东道主 法国女排 在8月4日迎战塞尔维亚女排